有黄金山城美名的九份地区是全台湾最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 全年观光客络绎不绝 蜿蜒的九份巷弄及狭小的街道更是一大特色 但也增加了火灾抢救救灾救援的难度 此次所捐赠的灾情勘察车将帮助九份分队消防及易消同仁 更快速有效的应对灾害 保护社区居民的安全 成为守护九份地区最坚实的后盾 九份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黄金山城 但是事实上它因为很漂亮 但是它有一些巷道是比较狭窄 而且比较弯曲 各上救灾救户的话 事实上需要一些比较清醒 而且高性能的车辆来执行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得到这一部灾丸车以后 未来能够对九份地区的 这些不管是国际的方法 还有我们这边的居民 可以用更好的安全的保障 这次捐赠的单位 永续希望工程慈善协会就表示 协会积极参与地方公益 这次捐赠灾情勘察车命名为永续23号 代表累计捐赠23辆勤务车 给全省各地消防单位 更以实际的行动反馈给台湾社会大众 目前新北的九份 很感谢给我们服务的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捐赠是第23台 所以是23号 那扶老的部分 我们对于创世基金会 还有一些社会公益 我们都不遗余力在做 那永续希望工程协会的资金 大部分都来自于永续保险经纪人 那永续保险经纪人在93年成立 到现在也是20年的时间 他说这台车非常符合我们这边的需要 我们九份都很山 你知道吗 都很轻轻 然后都是这样绵延不断的 甚至是可以媲美9万18拐 那个山路真的是 我们有很多的新闻广告 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有了data勘灾车 我相信未来我们九份分队 在于任何的救灾救护上面 真的是如虎添翼 新北市消防局就表示 对于永续希望工程慈善协会 慷慨捐赠 深表感谢和敬佩 消防局将持续精进与突破 救灾救护工作技能 珍惜民间慷慨捐赠 并怀抱感恩的心 回馈每一位新北市民 建构安心放心的居住环境 建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